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护理教育部的一连串的讲座 主题讲座也来到微声 最后一场可能会是压续登场 今天我们最后一场主题讲座的题目叫做我们这班打工仔 都很特别的,我们有互动的元素 所以你看到萤幕上有三位嘉宾 同时也有同学一起作出互动 我首先介绍自己 我是这里的讲师Rebecca 今天我们很荣幸都可以请到陈秀娟女士Bekky Chan 她是前九龙东联网顾问护司 是属于李维科的护司 其实她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是她仍然都继续在我们的社会 继续服务市民 继续服务我们的病人 都是在做她相关的工作 也是在联合医院继续做她的护理工作 开始之前都想讲一些注意事项 港座期间禁止未经授权的录音、录影和拍摄 所有投影片的资料、视频的记录 只是用作港座期间共享 未经港者同意 任何人都不能够使用相关的投影片 或者视频作记录 在分享环节之后 我们大约会有5至10分钟 作为一个答问的环节 我们会在订阅室选择选问题去作答 欢迎大家把握和港者沟通的机会 踊跃发问 事不宜迟 我再介绍多一次先 其实我们当中 刚才我们介绍了 我们有港者Mess Becky Chang 你们也会见到 我们有位护理系的同学 就是Mess Anna Chang 她是我们年3月的同学 今天也会在这个讲座当中 和大家做一些分享和交流 我把时间交给Anna 大家好 很开心 这次可以藉着机会 和两位交流一下 首先想问一下两位前辈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护理 其实这个只有无心插扭成音 其实我从来没有一个志愿去做护士 不过就是刚好是同学去报名 但是同学又报不了 所以我代她报 结果我就报了 结果也成功加入了护理这个行业 Rebecca 你呢? 我其实和Becky都很相似 其实我从小到大志愿都不是做护士 我都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选择了这一科 进去我还记得当时 我从我的中学老师说 他们经常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读书的时候 那些人很喜欢读行业 那我就跟着队 又选行业 于是乎那些同学就说 你不要读行业 你一点都不像是一个业 的人 死都叫我放护士这个工作 我就说好了 那就放了 那接着又真的进去了 那然后呢 到家人呢 其实一直都问我 为什么还没转系 那但是呢 原来当我进了来半年之后呢 我发觉 咦?原来护士工作都挺有趣的 就是可以帮人 还有呢 那个和病人沟通互动 都是很开心的 于是呢 我就五年里面 我那时候读四年而已 四年里面都是留下了在护士的工作里面 那也是很爱这份工作的 OK 嗯 很有趣 但是护士呢 我就知道有EN和RNG分别了 但是其实应该还有几个级别 不同的架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呢 我们会看到 就是我们 可能大家听到 有一些叫EN AMROSE NURSE 就是登记护士 那其实呢 登记护士呢 就没有进升机会的 但是如果呢 大家读完Degree 出来就叫Register Nurse 那一个注册护士呢 就有很大的低階的了 那我想 看回刚才那张PowerPoint先 那这个就是 那你会看到呢 那这里你看到呢 就当你一个注册护士之后呢 那你有一个叫做 三年普通的 给他们慢慢去学习啦 跟着晋升呢 我们以前叫护士长 现在不是叫护士长 叫做Avance Practitioner 好了 跟着经验够啦 年資够啦 那跟着学历也都要游啦 那然后呢 有机会呢 就上去 有两条LINE的 有一条呢 就叫做管理层 那你会看到病房经理啦 跟着再上呢 就是部门运作经理 那另外有一条呢 那这个是今年新鲜热 新出的 Associate Nurse Consultant 跟着然后呢 再上去呢 就是Nurse Consultant 那这个呢 是临床的 那他就主要做医療 那结果呢 那结果呢 最后呢 再有机会上呢 就是说护理总经理啦 那这些是 就是每间医院都得过的 那有Custer的GMN啦 那还有CNO啦 那跟着这些呢 在Head Office里面呢 也都有个叫做SNO啦 或者再上呢 就是我们护理大经理啦 那所以其实呢 护士呢 是有很多的 晋升的机会的 由RN开始 直到N呢 就是去到CNE啦 那就是全港都得过的 那人数呢 你会见到 这个阶层呢 是一个管理层 做到的GMN呢 就是说数得出的 那些手指下 一个至五个左右啦 那但是Nurse Consultant呢 其实呢 现在全港都已经有 自2009年到现在 已经有160多季了 那ANC呢 就最近新鲜热压的 今年出的 那又有140左右啦 那部门运作经理和workman 都挺多的 起码都成二三百日的了 全港 那所以晋升街会很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 准备给自己啦 因为机会来到了 那有位了 那你也有这样的资力啦 那你就可以去投考啦 跟着投interview啦 那跟着就可以 达到这个目标啦 嗯 那刚才你说准备啊 资力那些 其实是有什么要求的 做NC 和它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 那你会看回呢 这个呢 就很简单的啦 一个APN以下呢 你会看到呢 都有几个梯阶的 这个就是大家 讀书啦 畢業啦 跟着就叫做Presentative 跟着三年普量 这个就是说 我们也有经验啦 有Performance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也都现在呢 我们每一个同事呢 都有机会给他讀一个 叫做专科的 那叫做专科姑娘啦 譬如有些人讀伤口啊 有些人讀心臟啊 那我们当你讀完这个 这样的特别的课程呢 你就叫做Specialty nurse的啦 那再进升 刚才说了 APN和Wattman 那他们 那我们呢 Master呢 现在是preferable的 就是在管理阶层那时候 那刚才说了 Specialty qualification 专科啦 经验啦 Performance啦 好了 去到NC Master是必要的 那这个 subspecialty呢 就一定要有啦 那所以大家要知道 咦 那DOM呢 DOM呢 現在呢 就是最新呢 都是需要一个Master的Degree的 那所以变了呢 requirement呢 当你上到高层的时候呢 那Master就不掉了 那当然啊 我们在NC裡面的同事呢 都有很多是讀完PhD的 就是讀完博士的 那所以变了 就是大家要知道 刚才说了 准备就是 你要读书啦 但是最紧要啦 你看到由头至尾呢 你都见到 experience 和performance 很紧要的 你就不要想着 我就是读书很厉害啊 但是我上班随便 可以不可以 绝对不会啦 因为呢 我们所有眼睛呢 病人眼睛 和我们管理层 和你的同事呢 眼睛都是雪涼 看到究竟你是否有心做事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你会看到呢 原来 其实它的工种有没有分别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一张slide 我们会看到呢 普通的人 只是需要做一些 一些毕业 我们有人带着你的 那有license 这个是最重要的 没有license 是不可以做事的 所以就provide service under supervision 我们会由menta 带着你去做 好了 当tier2的时候呢 这个都是有 未到尊科的时候呢 都是开始 就像刚才你说了 做了大约三年 抱两 那有两年之后呢 开始你就要 普通independent的做 complex case 都会under supervision的 好了 当你读了一个专科 那你就开始 单独的自己给一些 complex case 给你去读 在一个专科里面去做 那我刚才说了 两条line 一条clinical 一个management 那说明management 就病房经理 就管理病房了 人事物 他都是管的 好了 clinically 就我们有个APN APN就管一些complex case 都带着下面 这些tier1 tier2 tier3 那些人仔 好 nurse consultant 就说 当你的经验够了 也在某一个专科 你觉得自己也应该很够 也都读完你的书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叫lead 一个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专科 专业化 其实护士是一个专业来的 怎麼去發展呢?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時候有不同的護士 會出來做一些不同的專科 很多研究 其實大學裡面也有 但問題其實Nurse Consultant 都有很多科研要做的 為什麼我們以前這樣做 現在因為經過一個research cell 我們發覺原來我們以前做的方法 未必是最好的 現在轉一轉這個方法反而更加好一點 剛才說了Wordman上去就是部門運作經理 所有錢啊 人啊 人手攀杯啊 或者是個department的發展 就會在一個部門運作經理去負責的了 所以每一個職級它本身都有一個call的工種 是要做些什麼的 好了 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再去剛才說了 Nurse Consultant 你會看到剛才說 好像是否只是做臨床啊? Klinical Expert 很多時候就說你是專家嘛 有什麼事情就會問你的 比如現在COVID 有些什麼問呢 就問ICN 啦 Infection Control 啦 就是感染控制腦的專家啦 那我就問一下究竟有些什麼可以做啊 或者有些什麼需要朝著什麼方向去做啊 那這個Service Development 就是你的那個部門 你記得是怎樣去發展啊 我們可能要用些什麼 設一些新的program啦 或者甚至無呢 Nurse Clinic 啦 護士診所啊 應該是怎樣去做啊 應該是不是只是在醫院呢 哦 原來不是的 其實我們可以去到社區啊 或者甚至無呢 去到病人家的 那這個就是Service Development 那剛才說啦 Continuity Quality Improvement 是不是只是做做做做 死做死做 這些是護士應該做的 臨床的事情要做的 但是問題呢 我們都需要盡有改善的 為什麼呢 怎麼可以知道要需要改善呢 我們就要看一下啦 我們要open our eyes啦 去看一下究竟臨床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需要去改善 這樣改善是不是你說就可以了 雖然你是專家 不是你說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要做一些所謂research啦 或者evident based practice啦 做一些去科研 去看一下 哦 原來用了這個方法 譬如很簡單啦 以前可能大家聽過啦 洗腎啦 那些病人洗腎 我們那時候是要弄個三文字袋 教那個病人怎樣去拆入兩條口 現在不做了 因為這個是很high risk 是有infection 那好了 經過research 發覺原來不要用三文字袋啦 用一個這個cap可以做到的 出來效果又好 價錢又不是很貴 那現在我們全部洗腎的病人 就不會自己去三文字袋去消毒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nurse consultant要做的事情 那教育啦 因為我們既然那個nurse consultant 有這麼多經驗 他要傳承下去的嘛 那傳承也都要令到呢 下面剛才我們說了 tier1234 那些人怎樣可以知道多少少呢 我們經過教育去慢慢慢慢講的經驗啦 臨床教啦 或者是開班授徒啦 那希望呢 nurse我們下面的同事 那所以呢 就會有個傳承啦 所以現在你看到呢 除了nurse consultant下面呢 我們有個 a nurse a nurse consultant 就是說希望等一些同事可以有機會 未做nurse consultant之前呢 去嘗試一下nurse consultant是不是這麼容易做啊 那原來啊原來都可以有個a nurse a nurse 那讓他們吃一下啊 taste一下 還有也都是prepare下一個替界啦 就是下一手那個人的同事怎樣上來 可以做到這個位咯 那是不是 不要嚇怕你哦 雖然你說我那個護士不是就這樣 不是只是派藥啊打針嗎 是的 我們臨床是的 這個是call的 但問題呢 當去到進升到某個階段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development了 所以你會見到現在為什麼那些護士的公眾呢 已經開始不是以前的打針派藥了 因為人手不夠啦 你會見到呢 其實那些有些很簡單 譬如是洗澡啊 或者是換片啊 這些我們就有一些 第二不是專業的護士去幫忙的 我們叫PCA 個人護理工作者啦 那幫一下我們做輕這些 那麼多些時間去做回我們 怎樣看回我們的service啦 看回那個quality就很重要的 可以嗎?Anna 我還沒嚇怕 還沒嚇怕 因為我當初都會想朝著NC這個目標出發 是的 那有沒有什麼提示 例如困於practice上 performance上 怎樣做好些呢 或者有什麼注意 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嗎 這個就是講NC的development 之前剛才講了 其實之前我們只有7個NC的 就是2009年我們最初開NC的時候 但現在都已經160個了 剛才講過了 2022年有140個ANC 好了 大家想做好這份工呢 其實我們就用一個個案去告訴你 你看看其實一個護士呢 怎樣才會做得好 好嗎? 那我們看回 這個就是一個NC 這個帶頭的 跟著這些follower 就是我們的T1、T2、T3、T4 我們朝著這個目的 他希望做得好些的 OK? 好了 我們用一個case去sharing 究竟呢 這個護士怎樣 這個男士呢 40歲 她在國內結婚 太太也是在國內的 其實呢 她來到香港呢 有超過五年多了 她在做保安 但其實她在國內是一個專業人士 是一個IT人才來的 但因為來到香港不成形 但來到香港之後呢 她也有一個很困擾的問題出現了 就是流了 每天都流的 流了五年 好了 原來她過往的歷史呢 是因為曾經呢 有個gb symptoms 這個呢 就是一個神經炎 那其實在國內呢 她有半年呢 是 下肢不動的 還有呢 是 有 安不了小便的情況出現的 那好了 經過rehab呢 那慢慢慢慢好些了 那跟著所以呢 那也都申請到來香港了 那大陸到來香港之後呢 困擾她的東西就是 日後一急流了 晚上也都流了 日後呢 是半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去休息 所以變成呢 她上班的時候呢 她就變成了 只是可以做一些 比較容易些去廁所的工序 因為如果你經常去廁所 別人會覺得你偷懶的嘛 那好了 她來到我們那裡 那她就主要說 流了 那我們就 看回究竟她的問題在哪裏呢 我們就會做一個assessment 那我們做了這個physical exam 那有個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s score 跟她做了 那看回這些OAB的那些 全部一些是international的一些questionnaire 去看回她的嚴重性 和她的情況是怎樣的 那也都跟她做一個叫尿速 就是叫她去柯次尿 那你發覺原來她出來呢 只有118 那剩下的尿呢 殘餘尿呢 370 而尿速呢 是很慢的 正常日呢 我們差不多15 她只有5 所以我們覺得 咦 真是很差喔 那我們就跟她做一個video 去看清楚究竟她膀胱是怎樣的 那好了 那看完之後呢 那我們也都去做 去看回下一張sled 那我們會看到 原來其實是膀胱收縮得不好 那是因為呢 她的神經炎後面的影響了 令到她的膀胱根本收縮力呢 根本是很少的 所以平時呢 她拔出來的尿呢 是叫滿蛇 就是她好象 漏出來 但是其實呢 大部分的尿呢 都拔不到 那我們當然呢 在這樣的個案呢 在我們一般來說呢 我們呢 就會教她自己放尿 那但是我們要留意一下 那病人原來呢 她自己住在哪裡呢 她來到香港呢 就是住在一間板間房而已 她是公用廁所的 那你叫她自己放尿呢 其實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我們也跟她談了很久 她說我做不到的 那我們唯有她怎樣呢 我們就要看 究竟為什麼她做不到呢 因為她工作上 她不可以 她在工作那裡放尿 也不可以在家裡 公用廁所放尿 那我們唯有解釋了給她聽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可能要長期掛尿喉 那她又覺得 不是 因為她只是40歲 她說我不想 那我們就要解釋了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VUD 去看到她呢 影像的尿動力學呢 如果她現在這樣呢 那些小便呢 藏在旁邊四五百 有很大的壓力 會回到她的傷的腎 那腎很早就壞了 那現在暫時來說呢 已經不是很帥氣了 已經是邊緣了 那我們就跟她解釋 等她知道了之後呢 那我們也都關心了 因為她40歲 那她都關心了一些關於sex的事情 那我們都解釋 如果你自己放尿 就不會影響的 但是如果你掛著跳尿喉 就可能會有影響了 但是因為你太太 現在暫時都在國內 那你會不會考慮 用一段時間 看看你怎麼接受 如果你覺得需要再轉 然後我們才再想一下 會不會考慮 就是說 再想一下什麼方法 幫得到 那好了 經過解釋了之後呢 那個病人終於接受了 好了 我掛著跳尿喉 那我們也要看了 因為她要上班的嘛 那40歲掛著跳尿喉 有個尿袋 那怎麼面對她的同事呢 那我們又教她 可以用一個 captor valve 一個塞紙 上班的時候就塞住她 定時去廁所放尿 放完 然後你晚上睡覺 就大個大袋 那就解決了她的問題 我們也都告訴她 我們都會看著她的情況 因為剛才說 病人用著那個尿袋 是不是真的有 要改善她的腎功能 也都要從她做一個超聲波 希望不會 令到腎有受損 那在這裡 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護士 以往一向都覺得 醫生護士說的話 病人一定要 要聽 但是在這裡 你會看回 我們要明白 病人 一個40歲 以前一個專才 來到香港 已經由上面 跌了下去 要做康奸了 再加上住的環境 原來她在國內 有樓 有成的 來到住板間房 其實這個情緒 已經不是很好 再加上 也跟太太分隔兩地 又發現 原來以前的問題 是沒有處理到 帶到下來 但是現在已經下來了香港 沒得說的了 一定要在香港處理 我們要解釋給她聽 你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讓她明白 現在她有什麼選擇 還有記住 就不是我們一廂情願說 這樣最好的了 那個病人實際 她其實是不是真的 做到我們想做的事 我們要檢視究竟她的問題是怎樣 接著我們要計劃 接著要跟她商討 商量選一個最好的方案 然後給她 而她又真的覺得可行 這樣才做得到 所以 其實你會看到在這裡 我們都跟她商討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那好了 所以你說 我們其實要有些什麼呢 護士第一件事 我們要有一個 passion 熱心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她下來做到就做 做不到就罷了 我們覺得40歲 其實現在WHA都說了 香港平均壽命 女士88 男士都84 至85 那我們想想 她現在才40歲 那我們是不是要幫她呢 好了 接著 好了 compassion 我們想一下 我們也都覺得很多事情 病人的事情要自己想 病人如果懂得想 當然最好 但是可能她不知道 原來有很多 很多option 我們要給她 每一次我都說 那個patient回來 她沒有多謝我們的 直至到最後 差不多 回來 Fall up 差不多一年多 我才一次聽到 麻煩陳姑娘 平時 好像我欠了她 那樣 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有patient 我們有耐性 我們有愛心 說 好像很容易說 好得心 飛來飛去 但問題是 每一次你看到她 她都去敲一敲面對著你 其實呢 我們都要記住 那個病人有情緒 她是人來的 我們不是只有這個病 我們是這個人 所以變成大家都互動 好了 最後 我們剛才說了 一年多了 麻煩前 麻煩後 她感受到 原來一個護士 正在幫她 不是說 可以了 是這樣的 因為很多時候 她說原來她以前 在國內 那半年 其實醫生說 可以了 遲些會好 遲些會好 結果 十年後都沒有好過 所以我們經常說 在這個個案 給你看到 一個Nurs Consultant 她有一個自主權 但問題你記住 不要只是讀書 雖然Rebekah是你老師 教師 但是問題 老師說的話 其實去到医療科 我們要有一些 新鮮的東西去轉 或者要想一下 原來這個病人 可能需要這樣做 就不是說 一等於二 不是的 書 我們是要有的 因為我們一定要 跟國際接軌的 但是在病人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医療科 要真的做 所以剛才你會看到 每一個階梯裡面 那個經驗是很重要的 所以變成 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心 還有最重要的是 患者 第一、第三個東西 knowledge 都很重要的 所以變成 大家要知道 做護士 都要 除了美貌與智慧之外 都要有 身體好 都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開頭 大家都知道 護士是三間製 都很辛苦的 如果你說 我是一隻爛睡豬 我就是一個爛睡豬 所以變成我以前 回到鄰居的時候 早上回完 晚上又要回到 以前 睡六、七個小時 最少 所以變成身體裡面 也要強壯 才可以應付一個 這麼繁重的生活 好嗎? Anna有什麼不明白 要問 嘩 嘩 收到 知道 要努力讀書了 還有 要懂得 怎樣可以看清楚 一個人 一個人 每個人都要 一個人要 嗯 好多謝Macky 其實我心同感受 雖然是老師 其實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 都有說 做護士 這個口號 我都記到今時今日 一定要有手 腦 心 手就是你對手 要懂得去做 不同的治療技術 你要 聰明 腦就是 剛才說的 知識 不只是學了一些東西 但你要有 critical thinking 你要知道 在不同的病人身上 要用不同的東西 要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才會幫到那個病人 而那個心 就是很重要 將心比己 昨天 也跟 剛好 昨天又再跟以前病狂經理 聊天 他又說 其實 以前我們在病狂經理 都經常說一句口號 就是說 將心比己 減少病人的痛苦 就是我們每天工作 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同學仔 如果要將來做一個好的護士 你要 prepare自己 一路去晉升 其實我們除了clinical 可以做NC之外 其實我們護士 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剛才也有說過 可以在醫院 可以在診所 可以在社區 可以到病人的家 原來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種 甚至可以投身教育界 可以繼續nurture下一代 全城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護士裏面 如果沒有人去教導下一代 沒有人去nurture我們的種子 即是我們的學生 其實將來到最後 都是沒有人去繼承我們的職業 我們的病人 都是沒有人去處理的 所以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 兩個叫做前輩 Anna 的前輩 就有一些分享 我會看到有個問題 我猜是觀眾 問一問的 他說其實小時候 他都因為一次意外 就入住了醫院一個星期 那時候遇到護士很兇的 令他留下陰影 但是很多年之後 家人再因為有病 入了院 他說這一次遇到護士 就很友善 也很有耐性去解答 家人的問題 他說反而 他想問一問 就是護士行業 在這一年間 是不是都比從前更著重了 情緒的訓練 這樣 有什麼分享 其實 這個我看到 我也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看到 護士開始那個態度有改變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 那些護士為什麼會這麼兇呢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護士覺得 那些病人很多時候 是有不合理的要求的時候 他們覺得我兇 他們就不敢有不合理的要求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有機會 自己進去醫院 你會發覺 其實他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都不是叫不合理 因為我反過來 我們見過一個小朋友 原來他家裡洗澡的水 是要43度的 如果你進來 你第一知道 醫院那些熱水一定沒有 所以變成他就不肯洗澡的 所以變成你發覺了 為什麼他經常都不肯洗澡 原來他家裡要43度 是比較好 43度我們那個是比較熱的 但是他媽媽說 他一定要這麼熱才可以洗的 那我們會明白 這個 以前的護士 就因為沒有明白這件事情 總之我們是這樣做的 總之是1、2、3 不可以1、2、1、3不行的 所以變成你不配合了 因為其實工作繁重 因為其實以前 我們沒有這麼多病人助理 所以其實所有事情都是活時做的 我自己都試過 一家上班 我是一時做病人 不是一時做病人的照顧者 一時又要和他洗澡 包括又要派藥 又要跟醫生巡房 又要去寫交交 又要去做換傷口 你想想一家做五、六份工的 但是現在我剛才講過 我們知道了 原來有些事情 所以我們時間真的只有這麼多 我們就找些事情分配給一些PCA 就是剛才說的病人助理 然後護士多些時間 可以去看看 如何去幫助我們的病人 所以你剛才說情傷 其實我們不停 剛才說 也都是大學教授 教了 但是記住 同理心很重要的 所以變成那些病人 那些護士現在的心態 還有他自己本身 我們都經常跟病人說 那個病人罵你不是他罵你的 其實你不要對號入座 那個病人有情緒 讓他發 但是他不是說你 你就退後一步 開闊天空 所以他就會容易一些 但是因為 反過來 那PCA呢 PCA呢 大家都知道 PCA呢 他不是專業人士來的 他上班 他覺得你犯了他 他有個routine做的 他就會覺得是1、2、3 就等於以前的護士 1、2、3 不可以2、1、3 那我們也都現在不斷不斷 有些PCA的課程 都希望教導他們 可以接受這些東西 那我們希望呢 不久的將來 你會看到我們有很大的改變 除了護士之外 PCA都應該是會有些改變的 大家要給點時間 因為他們的工作量都很多 還有呢 也都有一件事 我們都看到的 因為現在很多PCA呢 他們覺得我是上一份工 所以變成呢 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未必做的 但是我們都 現在經常都說 你其實是一個專業人士來的 都是 不過是在護理的病人 那我們就要同理心了 現在很多 我眼見都有很多PCA 比較上有經驗的人 其實他真的可以拍得住我們的同事 不過呢 都是要用時間慢慢去擁有他們 好 好 好 我想時間關係呢 今天呢 這個講座呢 也都到這裡 完了 那就好多謝 Becci的分享 也都好多謝 Anna問了一些 都很inspiring的問題 等大家去思考 以及等同學去學習 在完結之前呢 都麻煩各位的觀眾呢 都填一填 幫我們填一填問卷 以助呢 我們呢 將來再有機會搞這些的講座 Interval Day的時候呢 都有更大的進步 那就多謝了這麼多位參加 也都多謝我們的講者 Respect Keychain 特地呢 在周活的時間都抽空 就來參加我們的講座 謝謝 拜拜 請 congregjas 請委呈 請 請 哮 請 呃 請